你好 下午的快四點半 這邊自助餐吃到五點鐘 社長最後請大家拿個冰淇淋 冰淇淋 你看沒有 還拿個蛋糕 社長請他拿個蛋糕 蛋糕 還拿個牛排 有沒有看到 牛排 牛排 各位 生活就是這樣過的 牛排 我前天在我們的路邊當中吃一個牛排是140 又薄又小 你看他的牛排那麼大厚 炭烤牛排 我的媽的 吃他這兩塊牛排這個880我也高興了 我就已經賺回來大概 在那邊買大概最少也要四五百塊錢 四五百塊錢 這個可受麵包加一個咖啡叫180 加600 各位 台灣很貴喔 你台灣的小吃非常非常的貴 你懂得會精算的人就知道 不如來喝個下午茶 把晚餐也一起吃了 對不對 寧願多花一點錢 服務水準也高 吃的也高級 心裡的也很高級 總而言之啊 天下沒有白吃的補償啊 天下也沒有白做的工啊 你今天不懂得投資賺錢 那麼你今天就是 你今天就倒霉了 社長早在四十年前 外貿協會 在台北郭基機場展覽中心啊 我現在東區在凱樂酒店 就是在隔壁的市貿展覽中心 市貿儀館隔壁 四十年前在松山機場 外貿協會展覽中心是在松山機場 各位 我四十年前 我在那邊就是在做外銷雜誌 在做外銷雜誌 然後我親眼看到一個 做西洋旗的廠商 他在那邊擺個單位 他有登我的廣告 他有登我的外銷雜誌廣告 他把他國中的兒子交來 然後教他英文 叫他英文 叫他兒子喔 國中二年級 叫他怎麼說英文 叫他怎麼做生意 你想想看 那麼早 那個老闆就那麼有先見之名 叫他教導小孩 四十六年前 設在全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 Siers Siers公司呢 那時候德惠街的 德惠街的統一飯店 President Hotel 還有Imperial Hotel 華國飯店 我們的伴偶都住在那邊 社長就是做貨卫商 我老闆叫Yama Moto T 這就是我們的經歷了 從小就要交小孩會賺錢 你不會賺錢 你就死定了 小孩就是要過苦日子 就是幫別人打工 兩萬五一個月 台灣現在最低薪資 薪資就兩萬五 你搓搓蛋 你要吃這邊一克餐 這一克餐八百八 我看你吃到民國幾年 才賺回八百八 幹一天的薪水 也不過就七百多塊錢 不要騙我了 我們的生活大家都知道 你還要買高級房子 一坪東區的房子 要一百六兩百萬起跳 你只有買到什麼地方 廁所你也買不起啊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賺錢 明年流連 明年是流連 希望大家努力的向前衝 千萬記住了 我們祝大家流轉乾坤 流連發大財 那社長有投資很多事情 你有什麼好生意可以介紹社長 社長可以投資你 現金一律投資 只有女人 社長專門投資女人 男人就不要 男人很會學會我這一套 然後自立門戶的 我不教男人 女人可以 但女人要誠實的女人 我不要那些很賊的女人 社長投資你金錢沒有問題的 好這就是 今天社長下午茶的總結 要有好生活就要會賺錢